政府說要趴上這項問題 交給這個地方政府 讓地方政府自己在考慮說 他們要來設全區 立立村的關懷的協會是說 看所在來設這個方向是對的 不過全世界來看 成交易合法的這個國家 很多人用這個全區的方法來做 就算作是這個福蘭的紅店區 也不是全區是這個業者 他們自己組織在那裡 另外這個國內也不會要求這個 先感謝這個要來申請這條 這就是全世界有名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紅店區 但是我們說的紅店區不是成交易專區 它是自然挖來這裡的結果 這裡的業績也就是全阿姆斯特丹的四分子業 事實上它同時是有自然拒絕區域 跟低調分散的店家 那只要不對社區造成老齡的問題 只要沒有打擾安寧 或是引發一些自然的顧慮 基本上都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荷蘭到澳洲因為成交易專民合法 成交作者想要開店 要先跟社區交通 出兵可以拿出他煩惱什麼事 但是絕對不可以是到達的問題 另外成交作者也不需要特別申請這條 新工作者基本上就被視為是一般的勞工 所以他不需要特別去申請執照 但是政府會大量提供匿名的健康檢查 跟大量的教育工作 人就是在執照跟地點做諸多的限制情況之下 我覺得小姐人就是非常的被汙名的 立立村學會表示 性交易合法的國家 真正用專區跟這條來探索性交易各種作者 因為性交易是自然 大人說好介紹的行為也很難關注 台灣政府想要交給地方政府來討論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規劃專區只是求方便 記者臨社會新界邊代表